对我们来讲 其实是我们希望主动来解决面对的 而不是说那我们好像回避它 避掉就好了 因为我觉得就好了这件事情是一个选择 你可以选择一个60分 或者你可以选择80分90分 一路上继续成长上去 但我们俯成其实一直在想的是说 那我们要怎么更好 我们这个案子解决完了 家属很满意 回来我们还是会讨论说 那我们是不是有哪些地方 我们没有注意到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 未来有没有其他更省时省力 让大家也都更安心的方法 对 你看说我在踏入长照之前 我并没有相关的经验 但我在这之前其实我是在澳洲 但后来移民政策改变 确实没有留下来 那我就想说那我回到台湾以后 我父母的年纪其实未来也是渐渐会大了 又观察到其实那社会上的老化的需求其实很高 我开始思考说长照领域里面我会做什么 才想到说那居家服务这个产业的介入 重点的核心是什么 其实我发现在这个产业里面最重要的其实是我们的都导 他在这个产业里面他扮演了城上旗下的 他一方面他需要跟家属沟通 他又必须要跟A各管各管市沟通 跟社会局造管中心沟通 这上上下下其实他扮演的中间的一个钥匙 所以我其实那时候从根本上觉得说 那都导其实是整个这个行业的核心 那我接着观察到说 都导收入跟他们的工作其实不成正比 可是在府城我们其实都导流动率很低 因为在这边他只要想着 他怎么把每个个案服务好 他不用去思考说他未来他的生活怎么办 对他只要想着我们个案他需要什么 我们居服员他担心什么 那我们一样一样把问题解决完 对那对未来整个机构的推广 我相信这是一个我们未来发展的方向 也是我们宗旨 我觉得他有一个理念是 他觉得人比钱更重要 在他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先找一些社会资源 先让他的生活水准可以维持 我觉得老板也相当认同这个理念 对 尤其医院那时候我们每一间居家单位 接到确诊个案都是暂停暂停暂停 全台南只有我们家 就是还继续秉持着这样的精神服务 那我们居服务员就是穿着高规进场 然后去做这些一般性的照顾 我们不能说我们真的是很优秀 但是我们愿意去尝试 在学习过程里面去找到我们要改进的地方 然后再去修正它 那这是我觉得是我们机构里面的一个很大的成长 这也是我们辅成居家的优势 其实在整个长照领域里面 居家服务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除了做居家服务以外 其实我们每个个案在进来的时候 我们首先评估的是 它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需求 很多单位他们拒绝的个案 在我们来看其实都是一个经验 我们试着去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不是说那让他活着就好 因为我们照顾的是人 人有感受 人有情绪 他有一个家庭的情感的交流点 那夜夜奶奶他们其实有时候他们也会想说 那我想要除了在家以外 我也想要出去走走 所以其实我们也做得到 我们可以推着夜夜奶奶 或者陪她到公园去走走 隔壁邻居串的门子 而不是他想着我什么都不行 而是他想着我在家 我每天我想做点什么 我有想要自己维持基本的生活节奏 而不是完全依赖于他的子女 所以我们思考就是说 有时候解决的是个案跟家人之间的 情绪上的一个矛盾点 我们来沟通 找到平衡点 然后我们解开了他们中间的那些矛盾 我们才真正了解到说 其实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有时候不是只是看到了说 有个人去他家 让他好像活着就好了 没事就好了 我希望我们呈现的是说 其实就像是辅尘 为什么我叫辅尘呢 大家到辅尘其实想到的是小吃 有时候你想起来觉得很好吃 回味无穷 可是你一时说不起来 他叫什么名字 但只记得说辅尘 他的味道是这样 你说不出来说我们哪里特别好 但我们每一步 每一次的沟通 每一次的服务 每一次的接触 都会让你觉得说 很温暖 我们理解你 我们知道说你需要的是什么 那这些服务让你觉得很贴心 其实我想呈现就像 台南辅尘给人家的感觉 就像我们辅尘长照给人家的感觉 我想呈现的其实是一样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